家里有没有孩子不爱吃蔬菜的,试试这个小馒头吧,蓬松渲软,营养又健康,小朋友一口一个特别的爱吃,跟我一起来学吧 碗里面放入200克的面粉,加入3克的酵母粉,3克的白糖,促进发酵 先混合均匀,再倒入100克左右的菠菜汁,搅拌成絮状,揉搓成光滑的面团 再准备200克的面粉,加入3克的酵母粉,3克的白糖,混合均匀 再倒入120克左右的胡萝卜泥,搅拌均匀,揉搓成光滑的面团 把菠菜面团搓成细长条,再切分成等份的小面剂,像视频中这样 再把胡萝卜面团搓成细长条,再切分成等份的小面剂 全部做好把肉蒸锅,盖上锅盖,饧发40分钟 饧发好冷水上锅蒸15分钟,关火后焖3分钟出锅 蔬菜小馒头就做好了,家里有不爱吃蔬菜的孩子,试试这样做吧 有营养又好吃,我是瑶瑶,随会了,关注我吧